上个月的微信70更新,让大家耳目一新,但微信在更新了大版本之后,并没有停下脚步,这段时间以来更新次数越发频繁,而且也确实带来了不少新变化。 在昨日晚上,iOS8微信再度推出新版本,版本号为7.0.3。 虽然在更新说明中,微信团队并未多加介绍,但从实际体验来看,iOS4微信新版,还是有不少变化的。 而最引人关注的,莫获于小程序入口见面全新改版,显然,小程序这一功能正式成为微信最重要的核心功能。 我们知道,你往微信小程序,都是在聊天界面下拉直接进入,新版微信的入口操仪然是在聊天界面下拉,但显示界面已经调整了全屏,也就是微信单独与小程序们做了一个功能页面。 在页面中,最近使用小程序数量调整为三个,其余空间都可以显示我的小程序,也就是添加收藏的小程序。 这一改变意图非常明显,除了将小程序这一功能单独卷入进一步提升外,也提高了收藏小程序的使用效率。 给这么大的版面给小程序功能,显然是鼓励用户更多去使用小程序,也相当于鼓励商户去积极开通小程序,将其打造成微信最核心的竞争力功能。 而在该界面二次下拉,则会出现小程序搜索功能,这一操作和早前的版本没有太大区别。 如果用智能手机系统的概念,来描述微信的这一变化,那就是在微信上新增一个负一屏功能。 而且这个负一屏是专门微信小程序量身并做的。 虽然支付宝也同样有类似小程序的功能,但由于二者软件主体的属性不一样,二者小程序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。 微信作为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社交软件,功能的传播性非常强,因此小程序推广起来也十分容易。 经过多个版本的改进,微信小程序已经成为微信的标志功能之一,在一定程度上,已经对传统的APP生态造成影响。 那么微信下一步的动作如怎么发展呢? 小雷,微信,Litrk,推测,微信显在小程序功能上发力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, 难免在日后的版本中,会直接为小程序单独添加一个功能键,和聊天。 朋友圈等功能并列,进一步提升小程序的存在感。 说到底微信现在处于被围剿的局势之中,只有不断退出新的重度功能,才能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新版ILS微信,不再支持32位处理器,也就是iPhone 4S,5和5Z,均不可升级到。